6月初ISF世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將在捷克舉行 台灣將選拔出男女排各一隊的優秀隊伍 代表台灣出賽 3月中才剛結束的高中甲級排球練賽 男女排的前三名都參加這次ISF的選拔 30號是選拔賽的最終日 女排的決賽由HBL亞軍的華夏高中追上季軍的工山工商 前兩局的戰況膠著雙方各拿下一局 而後中山工商接連拿下兩局 以3比1的局數打敗華夏高中 順利取得ISF的參賽資格 中山工商有兩位主力選手 同時也是七月聯賽會紅國際的球員 分別是主攻守童七邦以及女球員劉玉泉 我從國小四年級開始接觸排球 有一次學校的主任就找我去純粹打打球運動 然後結果因為我是左手的 然後先天有優勢 就是老師就覺得說我可以栽培 升上五年級要報名的時候 媽媽其實並不同意 是有一次早上去上學的時候 就趕快拿給爸爸簽一簽 然後就趕快就是偷偷的報名進去 很榮幸就是可以代表台灣參賽 然後就是這次的期望其實 雖然是我們高三的沒有真神的機會 可是我還是希望我們三年級的可以替學妹 就是拿到這個真神的機會 然後讓學妹就是以後可以有一些 比較好的學校可以選擇 然後自己的話就是也可以去 多觀摩一些國際賽 然後去跟國外的選手做交流 上一屆中山工商也是代表台灣 參加ISF排球緊標賽 以第四名的成績作收 這次到捷克參賽 希望一樣能擠進前四 朝更好的名字邁進 孫乃TV台北報導